近日,在力讯精密工业昆山有限公司的媒体直播间,两位身着工庄的企业员工详细介绍着岗位、工资等情况和访客在线进行互动交流。 我们是厂区内的人士,我们这边是大厂执招,没有套路更靠谱。 近年来,直播带岗越来越被社会所接纳和认可。 互联网加就业服务的模式不仅打破了地域限制,还搭建了线上实时交流平台,拉近了用工单位和求职者间的距离。 据该用工单位招聘项目负责人王璐瑶介绍,目前,劳动力市场加速回暖,供需两头旺,各地纷纷上演抢人大战。 但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和直播带岗的出现,用工单位更愿意去尝鲜。 我们感觉直播招聘这种方式对于企业来说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因为他实时地去可以介绍我们公司的场景,包括我们的薪资福利之类的,所以说想做一下尝试。 相较于传统的招聘方式,邀请企业员工担当直播带岗的在线主播,王璐瑶称这是一大亮点。 他更了解我们企业的一些薪资福利,以及我们企业的各种岗位的信息,以及公司的环境。 那这样介绍起来会更真实,对于我们应征者来说也没有什么信息差。 我之前的话是在现场办入职的,就没有想到能参与这个直播带岗去做一个主播, 然后后来接触下来还是感觉直播带岗确实给我们的公司降低了成本, 然后也有提高了一些效率,在灯光下面可以展现出不一样的自己。 郭欣宁告诉记者,他和搭档已有两年的工作经历,非常乐于利用互联网的方式迎接更多的新同事、新伙伴。 右下角一个招工窗口再报名,网民下午会有人跟大家联系的。 咱点击确认并提交,就显示报名成功了。 通过这种方式,他信息传递的密度其实是更高的, 可以让求职者更好地去掌握这个岗位的一些情况。 同时通过直播间的这种互动,主播的互动, 包括留言以及弹幕的一些互动, 可以帮助求职者能够去打消工作的一个顾虑。 记者了解到,今年以来,直播带岗在昆山已成为企业招聘求职者就业的主流渠道, 带动人力资源上下游用工单位进行数字化转型, 形成线上招聘新业态。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指出,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,直播带岗提高了用工单位的招工匹配效率, 降低了综合招聘成本。 直播带岗呢,他为这个劳动者展示企业和岗位的真实环境, 这个有助于劳动者呢,做出更好的求职决策。 相对来说,信息更加准确, 然后信息的真实性更有保障的一个前提下, 特别是他和主播之间呢,还建立一种信任关系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,也有利于劳动者进入到制造业企业当中。 业内人士指出,直播带岗就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招聘新业态, 帮助企业和求职者大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, 将线下的一个个局部劳动力市场在线上通过数字化和精准匹配, 连接成覆盖全国的劳动力市场, 有利于更充分的劳动力流动, 从而提高了劳动力市场效率, 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岗位就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